各位老師大家午安 午安 我是來自台南市七谷區建宮國小的同院份 我們學校的狀況大概跟台東的 某些比較偏鄉的地方比較相似 我們全校只有五十九個孩子 跟我們學校差不多人的情緒 全校喔 全校差不多的 很多吧 然後我自己的班上是比較多人 大概十四個孩子 我都覺得還滿怨嘆的 因為隔壁班都只有七個 寫評語寫七篇就好 一個上午就結束 我又寫一整天 然後新進來的又只有三個 就很想跟那個老師說 你來教四年級 我去教一年級好不好這樣子 隨便教都不會家長來抱怨你 因為都是前三年對不對 不會有人說 為什麼我的孩子沒有前三年 好 那我因為在這樣一個偏鄉的地方 然後那邊的孩子其實真的就是 被掩放了 家長大概只關心了 就是他有沒有每天活著回家 這樣就OK了 其他都不是那麼的重要 可是也因為這樣 那個地方的孩子 其實特別的有生命力 然後特別的有原始的那種爆發力 所以跟那樣的孩子相處 其實在一起是非常的開心 然後非常的愉快 然後你看到他們的東西 就是覺得 怎麼會有這麼創意的想法 那可是也因為那樣的孩子 他每天面對的家長跟他的對話很少 刺激很少 所以當孩子到你手裡的時候 對他來說 比如說你跟他講作文教學 或什麼教學 所以五感很重要 五感對他來說都是什麼 五感 對不對 五感覺得都是沒有感覺 那每天家裡的刺激就是那幾句話 回家來就是問你 他們去下功課 然後再來 再來是什麼 十八歲 去洗澡 然後再來 聯絡部拿來 暫暫去睡 第二天又來學校 趕快丟給學校 然後時間到了 又再一個夜光 再一個什麼 所以刺激其實是非常的薄弱的 反而來學校是最有 讓他們反而會是最安心的地方 所以面對那樣的孩子 不要說寫作 光造句 你都覺得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可是我們看簡簡單單 這樣一件造句的事 可是你覺得造句 是一件小事 但是很好教的請舉手 你的孩子每一次造句 不管他句子通不通順 不管他的句子長或短 只要他的句子有達到 你基本的流暢度 然後你要用的那個關鍵 不是那個關鍵 造句的那個詞 那個句型有用情句 你就會給他對的請舉手 或者是你覺得 你通常會給他對 但是又不太甘願的請舉手 這種很多對不對 然後你就覺得說 我都教你了 然後 可是你怎麼還是不太會 然後又苦無方法 對不對 這是我覺得 這是我教了這麼多年來的書 很大的一個困擾 那其實可以不要考照句 當然是最好不要考照句 但是你又不得不考 比如說像這種句子 先怎麼樣再怎麼樣 這個孩子算還不錯 還有頭了 我先寫功課再玩 還有孩子會怎麼寫 先寫功課再玩 他寫先寫功課再玩 你會給他對的請舉手 哇 真是好善良的來師 老師趕快都轉舉那一班 他沒有我 他寫我先寫功課再玩 你會給他對的舉手 其實寫寫可數 寫寫可數 那老師你覺得 你會給他半對半錯 就打個勾然後畫一槓 那個不知道誰發明的 然後打個勾 我最常做這種 是打個勾畫一槓對不對 就半對半錯 然後你給他半對半錯 可是你知道原因的舉手 然後學生你知道嗎 那如果學生來找你 問你說 老師我這句為什麼半對半錯 你會怎麼說 你通常會說怎樣 那你就 你就知道太短了啊 要不然就說什麼 有老師會跟我說 我跟你講過啦 那個教具最少要有 兩個標點符號啊 對不對 那我可以加 我等一下馬上回去家裡 就算我 我先寫功課逗號 再玩 沒錯吧 對不對 然後你說那不行 你的句子太短 20個字以上 那太簡單了 我們會怎麼教孩子 加到20個字 你就會跟孩子講 你很笨耶 你不會怎樣 我不要寫我啊 先生 我家隔壁那個無期心 對不對 家隔壁那個無期心 你看9個字呢 報道的 存不完整個 一句 就可以超過老師要的 20個字了 對不對 或是你乾脆給他取一個 很酷的名字 比如說 安娜卡 列寧啊 7個字 杜斯 7個字 7個字對不對 剩下13個字要處理而已 你就會叫 我們就會再叫他加什麼 你不會加個時間喔 我放學後 怎麼加還是很難叫到20個字 那我就 我上個月的星期五的放學後的大約下午 我想這樣很容易就 那你就會給他對嗎 老師你自己說的啊 超過20個字就算對 而且兩個標點以上 好像又不知道哪裡怪 對不對 就覺得 反正你的句子就是很怪啊 文句再重寫啦 然後腦海問老師我到底哪裡就 都錯了還敢來問我 我都講過了 你還聽不懂嗎 對不對 就是反正一堆理由 可是老師其實心裡是我自己啦 就非常非常的心虛這樣子 好 所以問題出在哪裡 就是我們覺得他只寫出簡短的事實 因為老實說 應該像剛剛數入老師 這種句型其實都可以給他算錯 真的考試的時候 你給他算錯 其實會引來一些家長的多說和麻煩 給自己找麻煩 最好的方式是怎樣 平常練習的時候 你再給他做一些要求 那我們會希望說透過造句 不只讓他執造句 然後我們還希望他怎麼樣 透過造句可以做一些寫作的練習 所以我們就會希望你的句子豐富一點 有內涵一點 然後有深度一點 有水準一點 至少讓人家感覺你頭部會吹 這樣子 不要這麼的簡單 好像都是無感的 所以上完整 可是就是過分簡短感色無味 好 然後像這樣 你看這種就超過20個字 我算過這個大概有58個字 你會不會酸發堆 我吃完早餐後就去刷牙 刷完牙就去漱口 漱完口就去背書包拿餐袋 背好書包拿完餐袋 準備去上學 考試會酸發堆 平常就會覺得 這什麼爛橘子一直在重複 他跟你說老師我沒有重複 我這是淚蝶耶 我硬著在淚蝶刷牙 而且還有頂針 你有沒有發現 刷牙刷完漱口 漱完漱完口 你看拿餐袋 一直在頂針 一直在用修辭耶 但是為什麼你又不甘願給他堆 我就照超過20個字 你又要給我一個半對半錯 都說我因為又只有事實 看到這邊老師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乎的是什麼 我們的孩子的句子 少了生命力 少了個人的思考 還是回到早上 我老師一整天在談的 我們的教學 如果沒有靈魂的話 所有的教學都是很枉人 怎麼說呢 我們可以照本宣科 照著別人的模子拿來 別人的案例拿來照著搬著弄 可是你會覺得 教的時候心就是有點空空的 因為別人的思考 就不是我們的思考 同樣的 我們也希望在教學的時候 帶出孩子的思想 希望他的句子是有生命力的 比如說你看像這個孩子 他就說 他媽媽說的 他覺得造句其實 我們都覺得造句很短啊 我都不考你作文了 我都不敢在考試的時候 考你作文 免得給你找麻煩 考個造句你也這樣 錯得一塌糊塗 但其實對孩子來說 你給他一個框架在那邊呢 你給他一個限制在那邊 其實造句並不是 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他要從你那個框框裡頭 然後找天馬行空的 宇宙那麼多事情 找一件來倒進去那個框框 而不是發自我內心 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所以要孩子在這樣的短時間內 兼顧事實 然後要兼顧合覆你的句型 然後要符合你的兩個標點 還要超過二十個字 還要人事實地物 全部都放進來 孩子其實一下子會花掉 然後三五十 搞不好我都覺得我好認真 趙老師還是來個給我半對 半錯回去訂證 半天也不知道自己在 該訂證什麼 就是沒有給孩子一個方法的時候 孩子其實是不知如何是好的 那為什麼老師會在乎 就是我們覺得 如果造句子拿來做巨型練習 我們會覺得很可惜 所以呢 會希望孩子的造句 有一點生命力 我先請孩子來說明 到底什麼叫做五星級造句 我其實自己也很慚愧 教到現在 然後做了這麼久的導師 然後才發現說 原來造句就是這樣 不是那麼難得一回事 可是卻沒有一直教方法 很想去跟之前教的二十五年前的那些學生說 對不起老師 如果被老師打到 打到 對 你知道我真的就是覺得很對不起他們 真的對不起 當年被老師改半對半錯 然後訂證了十次 還是被老師一直退貨的孩子 老師投給你好了這樣子 好你看這個孩子 我請孩子告訴我們 到底什麼叫做 彭老師想出來的五星級造句 到底是什麼方法 老師教我們五星級造句 學五星級造句呢 就是要有事實想像感受 事實就是要描述出來的東西 想像就是事實裡面的想像 或感受裡面的想像 感受就是你的省思 或你學到了什麼 對這件事有什麼想法 事實斜了就三星 這樣知道五星了嗎 因為我去一個學校講兩次 第一次講完五星級造句 第二次那個老師 一個老師一直很認真老師一直要問我 彭老師事實想像感受 我怎麼算都是三星 你怎麼加到五星 我有漏聽哪兩個嗎 不是齁 你只要寫出事實 其實基本句型就對了 句型又對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三星 事實或想像寫的就是四星 如果事實想像感受都有就是幾星 五星這樣聽懂了嗎 就是事實加想像就是四星 事實加感受就是四星 事實想像感受各有都是就是幾星 五星 那如果你說我還要再定一些什麼 加上那個動作表情啊 評論啊 越照越長 這乾脆造成一片作文好了 那就是六七八星隨便你了 那我自從學了五星級造句之後 我的寫作變得越來越厲害 所以他說的不是造句喔 雖然有時候還是會忘了加想像 不過感受很豐富 而且越來越寫越好 想像是有時候不知道要像什麼啦 所以我就沒寫了 那有時候想到才寫 不然我通常是不會寫的 所以孩子自己在那邊碎念自己的問題 對不對 那就是一個很嚴謹的小女生 但事實是基本的 而且要通順的句子 也要是完整的句子才可以 這是基本的 如果你的事實裡面 沒有人事實第五的話 就不算在造句了 因為沒有主角也沒有事情 老實說最好叫的造句 就是連錫作藥的句型都沒寫上去 一直寫一直寫一直在亂寫 那個就是最好笑 你有沒有發現孩子這樣子 造的好開心喔 最後呢 沒有句型 他要的一邊一邊全部都沒有 要不然只一邊一次 下一邊就沒了 對不對 好 然後告訴你們一個小秘密 五星級造句的小秘密 就是本來老師要用的是五星級 就是那個愛心的心 但是因為呢 因為造句就是要用心 才能造出五星級的 可是因為愛心太難畫了 所以老師就改成畫心心的心 這樣你們有沒有聽懂 你有沒有發現愛心很難畫 你去畫五顆心看看 畫到最後我們小朋友 我在黑板上畫給他們看 他們說很像在畫什麼 屁股 那是屁股是很客氣的 有的說的更 更猥褻一點 好了 五星級造句新的 以前我學造句的時候 以為只要造很長通順就過關 可是自從到了建功國橋 三角的彭老師教我們的五星級方法 我學會了一件事 以前造句很辛苦 常常想破頭 其實他想破頭的方法並不是 不會適時想像感受 而是有那個框架框柱 因為這個孩子很會寫作 被訓練過非常會寫 所以他的想法是天馬行光 但當一個框框來的時候就會比較痛苦 而且句子的內容很無聊沒感情 就像一顆石頭 連一點色彩也沒有 只為了造馬路 那真是連一點生命令都沒有 我覺得很誤趣 可是自從製造五星級造句後 朋友老師發現了秘密法寶 每次造句寫文章就是最厲害的武器 那適時想像感受可以讓文章更精彩 生動像一顆珍貴的龍珠 把全世界的黑暗地方都造得亮晶晶 如果你把龍珠吞下肚 會變成一條龍 而且長生不老 開始亂扯了對不對 我覺得五星級造句真是太神奇了 就開始五星級到很興奮 然後他覺得五星級 沒有適時想像感受可能就像白稀飯 那如果有一個想像就像加了荷包蛋 那就讓句子 或加上魚松 又三島香松等等 那最後他說 我要把這個秘密武器傳給我的子子孫孫 讓他們也許學出五星級的好文章 最後 你看好可憐喔 學一個造句 要想到他的後代子子孫孫 最後我要謝謝我的師父彭老師 教我五星級造句法 我一定會一直寫寫寫寫寫寫到天荒地老 讓大家看到我的作品看 我也跟他寫得太感動了 劉佳一定會因為你的傳授和領導下 子子孫孫都能夠光耀我美麗酸對得起你的祖先了 因為這孩子寫著 五星級就是只有身體沒有生命 如果沒有的話 沒有生命呢 如果有的家的想像還感受 有的生命就活起來 血管也通了 像重新過世生活就不會無聊 血管也通 本來不通 要吃通了 你看這個孩子 表格空對不對 他開始 以前句子短 加入想像句子長 然後希望變得更豐富 以前字數少加入事實更生動豐富 有造句沒有事實的嗎 那就沒什麼好造 就變成一篇通順的文章 以前怎麼樣 後來怎麼樣 你看老師本來要寫五星 最後這樣畫久會變屁股 然後他有自己分析 心就是認真 用心 內心 好 那這個也是 你看他說 我會造出連大人都不見得會的造句 而且一造句就像飛毛手一樣 很快就造完全部的造句 老師都比不過我 這個孩子也是 這個孩子說 你看我只要用事實想像感受 我很快就寫完了功課 我快得像一頭獵豹 跑得一樣快 快到我只吹到涼風 沒有看到他的身體 各位老師 這種形容 這種想像 跟你讓他一直用成語 那有在錄影嗎 有 我告訴你們一個秘密 我們 那當然我們希望孩子被成語就是希望他 全部被錄起來了是不是 就是我們希望他一定用 可是如果你看孩子用一個什麼快如風 什麼那種成語的話 跟這個迅雷不及眼耳 跟這樣的造的那種想像 你覺得哪一個豐富 用成語其實就是一種想像 你覺得哪一個你會覺得你更想給他加分 會覺得更有畫面 是不是孩子自己完全填滿星空 其實成語就是指古人的智慧 可是如果我們只停留在把他寄送下來 然後跟他說你就是用到你的光文章裡頭 但是不會踩著這些智慧再繼續發揚光大的話 我覺得那樣的學習其實是有一些值得再寫思一下的 好 你看這麼感動 謝謝彭老師 然後我就快快跳過去 老師知道什麼叫五星級的嗎 知道了嗎 那我就講完了 換配方了 好 然後這就是孩子 他就說你看 我覺得這種作業 對我們台灣三年級小學生來說很重要很重要 老師你放棄擺個心 我一定會記得 一定會永遠記得事實想像感受 謝謝你們會一直很愛你這樣子 一個五星級 小朋友可以寫到這樣 好 那所以到底什麼叫五星 事實指的就是人事實底部 如果是寫緊的時候就是指自然界的現象 當孩子寫出這個基本的 我們大概就給他三顆星 然後他如果加上想像 我剛剛說了 想像除了成語之外 除了一般的知識的羞恥之外 我們更希望孩子的創意發想 有這樣的想像就給他兩顆星 為什麼想像放在中間 因為你的想像有時候可能去針對事實 可是當事實沒什麼好想的時候 你的想像可以針對感受 比如說我們小朋友最喜歡說 我快樂的像天使 我快樂的像天上的一朵雲那樣自由自在 所以你可以針對感受來發揮你的想像 那感受的部分指的就是評論想法 或者是你的省思和情緒 這個時候情緒卡就可以拿出來 有的孩子只會寫事實 我真的遇到這樣的孩子來我教室半年了 其他孩子已經寫的下下教 他永遠就只有事實 而且事實非常的短 然後有一天 你叫他說你想想你的感受 他說沒感覺 那拿什麼最有效的 情緒卡給他 那個孩子當然是拿情緒給給他 他好像敢 可是你也不要擔心 你就慢慢等他 你把這個種子種下去 他有一天 他可能發芽比較慢而已 有一天 後來有一天大概半年後 他突然照出一句 那天好多那個南大學生來我們學校教室看 我們班上課 然後我們小朋友 全部被那麼大陣上的人馬一進來 五十個 就嚇到這樣 然後全班都像啞巴一樣 只有一個常常看到的大陣仗的小朋友 就一直舉手說他要講 可是你總不能一直教他 後來 這些客人走了之後 我就問孩子 我們怎麼樣 老師好多人好可怕 我們覺得好有壓力 那這個本來不太會寫想像 也不太會寫感受的孩子 他那天怎麼寫 他說好多人進來之後 在我旁邊看我 我覺得我好像 因為我們那邊有黑麵疲露 我覺得我好像一隻黑麵疲露 在我的棲息季裡吃 找食物吃 可是突然來了很多外奶種 然後呢 給我很大的威脅 然後我就覺得 我沒辦法吃了 老師你有沒有從他的想像裡頭 又看到他的什麼 性格 不只是感受 還看到他的性格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很怎樣 很容易會說 很容易害怕的孩子 所以你就等他 有一天他就會爆發出來 我也覺得非常的驚訝 然後那一次之後 你好不容易看到他的一點想像 趕快大力讚 他之後呢 他就很會發揮想像 比較會 只是每一種想像 他就以為 他好像也聽錯我的話 每一種想像都用黑麵疲露 來做冰冰 就不知道到底是哪裡的溝通出了問題 好 我那時候其實是因為 那我一學期是考兩次 那我接這個三年級的班 到月考前兩天 我們也沒再發什麼評量券 反正一個班嘛 你要怎麼錄 你都沒關係 對不對 然後 考試前我也沒怎麼複習 那我就想說 都要考試了 過了半學期了 也沒有造句到 雖然寫了很多作文 寫了很多日記 可是都沒造句 那就發個那個 初體光點印出來的那個 叫什麼 全方位學習那種 考卷發下去 然後跟他們說 你們就驗造句就好 哇第二天收來 你知道那個造句 真是下十年了 每一句真的是短到 不可思議 你就覺得很癢紅 你說怎麼辦啊 這種造句後天就要考試了 是要怎麼樣 然後所以就突然 靈機一動說 我到底在乎的是什麼 我到底要叫孩子造什麼 怎麼造 然後我希望他有什麼樣的結果 才是我會滿意的 就開始去思考 然後才突然滿意 對他們的句子短到 讓你不可思議之外 你就是覺得讀起來很痛苦 然後覺得 我只加人是實地物 可能也不是我要的 然後就想到 欸對啊 我都會在課本裡頭 讓他們不斷地畫 事實句 想像句 感受句 學怎麼寫作 為什麼不拿來用在造句上 那就是這樣 我就開始跟孩子說 各位小朋友 如果這樣一句你會怎麼造 馬上就有孩子說 一會兒打掃 一會兒煮飯 那就是有小朋友說 你沒有人啊 這個我常常會講 我們都會說要加人是實地物 有一個孩子就馬上加 媽媽一會兒打掃 一會兒煮飯 我說那老師說幾個字以上 如果我這樣規定的話 算一算 好像怎麼算都不到 20個字 那有的孩子說 那再加時間 媽媽早上一大早 一會兒打掃 一會兒煮飯 也只有15個 我說好這時候 你看媽媽這樣做 好像什麼一樣 就是你的想像 小朋友馬上說 就像勤勞的密封 哇一算馬上幾個字了 22個字過關了 不要在這邊放過他們 告訴他們 再加上你的感受 看到媽媽這麼辛苦 你有什麼感想 說真是太了不起了 加上去 29個字 各位老師 如果他造出這樣的句子 你還會給他半對半錯 不會 你通常不只會給他半 不只會給他全盾 還會在旁邊畫好多什麼 毛毛蟲 對不對 捲捲捲的那個區域 甚至在他上面畫好幾顆星 說造得太好了 第二天還要唸給大家聽 好 那這樣的造句就比較多想法 比較多創意 好 所以我再提一下 最好的文學修辭 因為我每次看到 我們那個鄉下的孩子 你看像這種 媽媽是越南的 也不太會講話 很安靜 然後變好乖的那種媽媽 然後爸爸也非常的害羞 也都沒話 就跟這個孩子一樣 可是如果你不讓他寫 你永遠不知道 這麼安靜的女孩 其實他是這麼的內斂 這麼的有想法 他說外婆回到越南 我好傷心 傷心到可以把我的眼淚 拿去當雨水 不只這樣還會淹大水 把小螞蟻都沖死 可是你有沒有感受到他的傷心 傷心到淹大水 然後畫完了之後你看 他就畫了一堆情緒卡 他其實就是想要混成兩夜日子 不話可說了 就只好開始畫情緒卡 小螞蟻在那邊救命 然後再寫幾句 因為這個再倒過來 怎麼倒也倒不了一夜兩夜 所以就繼續畫 然後最後想 我這樣畫完之後 想完之後 我覺得我好像有幫助了 以後有人住在我們家回去的時候 我就可以這樣對自己 我覺得很有用 我覺得自己好有智慧 這個小孩 我要跟老師講 這個情緒卡真的 在班級經營是很有用的 尤其當你沒有時間 處理孩子情緒的時候 他又來跟你告狀 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繼續改你的布子 請他去黑板貼情緒卡 然後貼完了之後 你還想繼續改布子 你就可以跟他說 你去寫下來 為什麼你有這些情緒 當他寫完一黑板的時候 其實你布子也改完了 然後他就跟你說 老師我事情該管 然後為什麼要這樣 不是我不想幫他 是我實在沒時間 然後你只要中間上去敷衍一下 對好棒喔 我也覺得你好難過 那你繼續寫 那你幹什麼繼續去 寫到最後 我們上次一個小女孩就這樣 其實已經 她已經五年級 不是我的學生了 她就跟一個女生 兩個最聰明的在那邊 到尾赫這樣子 然後他就寫了 滿滿的黑板 放學之後 我在後面忙死了 我哪有時間 我說你去貼情緒卡 寫一寫 然後要怎麼辦 再繼續貼 如果解決了會怎樣 不解決會怎麼樣 那你有沒有想想別人 怎麼處理 那你怎麼辦 然後就寫滿一黑板喔 而且寫到旁邊 那個補充黑板 寫完之後他自己推三次 然後我還還在後面 我都沒講話 他就推這樣 喔老師我好厲害喔 我說我也覺得你好厲害 老師我現在想要寫到日記上 我說趕快寫 他就坐下來開始寫日 寫一寫就跟我說 老師我禮拜一 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不要擦黑板 禮拜一 我要叫那個同學來看 我說你覺得好嗎 然後結果他那天比較晚回家 阿嬤氣死了你知不知道 阿嬤就說 你每次都去弄 洪老師弄到那麼晚 很生氣 然後就到底是什麼事情 你還要留下來 他就講給他阿嬤聽 結果禮拜一來 他先跟我說 老師我阿嬤說要去找那個女生算帳 我說喔 那這樣事情可能會 他說我會覺得越來越大條 我說那你跟阿嬤怎麼說 阿嬤 我跟阿嬤說我自己會處理好了 那禮拜一我就說 那你決定這個黑板 還要給那個女孩心裡看嗎 他說 我就去他們班 跟他們老師借那個女孩過來 然後兩個人就走到黑板上去看 看完了之後 就兩個人就走到我面前 然後就留著眼淚 然後他就說 就沒講話 我就說不好意思喔 我在臉書上寫的是很客氣 好像我很優雅說 不好意思老師覺得你們長大了 很多事情你們都可以自己處理 我也相信你們可以成熟 其實我是這樣告訴他們 事實 真實的狀況是 我跟你們說喔 你們就在做我的事 你們自己處理 你們都說親被輸出我家母的 對喔 可是你知道他兩個女孩喔 眼淚一直掉 他掉完了 從此以後沒有再發生 那個給閣的事 就是沒有寫的那一方心裡 還是在那邊會跟別人 但是這個處理好兩三年了 他自己把自己的情緒整理好 我就覺得哇 算是太神奇喔 老師你都不要講話 只要叫他去寫情緒卡 你沒有時間陪他講 你就叫他一直寫 一支寫 一支寫 寫完了他自己就 舒壓了喔 然後你看這個女孩 她沒有情緒卡 可是她就自己花情緒卡 畫完了 阿嬤回到越南也沒有關係喔 好來你看 對不起對不起 老師 這個星期日我們去打鼓 所以各位老師你們有沒有發現 那個事實想像感受在我們班 不是造具用嗎 在什麼上面用 你每次跟他們交代說 我們今天要寫什麼 要寫什麼 那比如說今天發生什麼事 我們今天日記想要來寫什麼 各位小朋友注意喔 我們今天要導師給你們的 救命貼心小提醒喔 大概就是直接這樣 那你寫作的時候 記得要交上什麼 我們班全班隨時隨地 就會事實想像感受 嚴重到你說 等一下再去健康檢查 要注意什麼事 事實想像 我已經變成口頭殘了 就是隨時都在那邊寫 你看那個已經洗腦洗到喔 所以這個句子 這個 可是你知道我們班 小朋友連去安清班的 安清班是不是會拿那個 那個叫什麼 測驗券 不是測驗券 席座他會拿那個 大姐給他抄 我們班不會抄 因為他說老師那個句子很爛 因為只有什麼 事實 都沒有想像和感受造的很爛 雖然他們造的都沒有他同順 可是加了事實想像感受 他們就覺得自己 比那個不屑超級大 所以老師你回去 所有小朋友都把 那個賣參考書的都沒救了 來這個假期我們去打太鼓 又去參加獨具舞蹈 所以我這個假日都沒有休息 整成兩天都在比賽 連喘氣的時間都沒有 所以我彈盡力 我累得像每天班很皺東西 已經用盡全身力氣 手腳都軟趴趴了 所以老師 我有一個傳記性格的功課沒寫完 對不起 你現在是在幫我參與 晚上十二點了 明天就要教功課 怕都沒有寫好 實在太累了 我現在在寫這篇日記的時候 我的眼睛像打了麻醉針一樣 很群重 笨重的像全球的動物 都壓在我的眼皮那麼重 老師 他寫大象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他寫全球的動物 你知道這個女孩是安靜到 非常的溫婉 我都常勸我們搬那個右輪 以後把他娶回家吧 因為他會照顧他 然後都不會講話 然後很乖很乖 你不讓他寫 你永遠不知道其實他心裡的那個 情感是這樣噴發的 然後是這麼多的想像 叫他站起來講話 他也不敢講 老師我一定會盡快把這些功課 補完交給你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我會更容易 逮死了啦 對不起 好可愛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讓孩子寫啊 寫重要的東西 寫作的訓練 如果寫作只是為了訓練寫作技巧的話 那去哪裡就好了 補習班 反正考試都要八古文啊 我教不出這種東西 因為我自己就寫不出啦 寫作絕對是他生命 情緒的發洩 還有他生命的圓滿 還有他在整個 我們在教學的過程裡頭 整理他的價值觀 還有整理他的思緒 最好的方法 還有透過寫作 他能夠表達他的想法 我覺得我已經太多個孩子 尤其是像這樣偏鄉的孩子 如果你不教他這種 這樣子的解決方法的話 他將來即便我們的孩子 每次你跟他聊家裡的事 聊未來的另一半希望是怎樣 他痛恨的都是抽菸喝酒 賭博甚至吸毒 這是他痛恨的 可是你覺得他的未來 會不會照著這個路走 當他生命一定會遇到挫折的時候 他一定不由自主的 因為他沒有辦法 他只會去複製長輩的 但是當你讓他知道 他可以透過寫作 或透過閱讀 透過比如說樂器 各種給他很多的那種 休閒的 然後粗解情緒的方式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們好幾個孩子 常常在寫完之後說 為什麼他喜歡寫 雖然寫的時候很累 他告訴我說 因為寫完之後 情緒也發洩完了 他覺得他的情緒 找到了出口 他覺得他那個氣球 孩子這樣形容 那個大氣球 打了一個洞 噓噓噓 露氣露出來 他覺得那是一種爽快的感覺 真的就是那個 Maslow說的 到最高層次自我實現 滿滿的多巴胺產生的時候 那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我自己的班上孩子就常常在 我自己常常在第四節 你發酵做文子 他寫到中午十二點十五 還不過去吃飯 然後你如果在下面印東西 正好上樓 我那一天就這樣 我說十二點十五了 隔壁班老師等一下要罵我 我們班都不過去吃飯 四年級哥哥都不能再去 天真的等你們 趕快過去 你知道孩子怎麼說嗎 孩子說 老師我們不要吃 因為我們要寫 我說不行不行快過去 所以他說 老師你是長輩 長輩先吃 你過去先去 我說那我一個也沒有用啊 馬上過去 還是不動呢 一直寫 在埋著頭這樣子 死命的 我覺得回家一定都不會 再消失就是那個氛圍 然後那個快樂的感覺 然後書朗姆書丁 那寫得好開心 最後你要過去 把稿子怎樣 然後 然後不要給你動 不要給你動 馬上過去 吃了沒有五分鐘 你看全班 又坐在那邊幹嘛 開始寫作文 然後孩子一邊寫 一邊在睡一邊說 等一下最好不要打太鼓了 等一下那個土道對最好不要練習 我們就可以幹嘛 繼續寫 你知道當孩子 你把他那個出口 他那個能力 把他解放了之後 我第一次聽文老師講 我也覺得不可思議 想說是副校的孩子 但是你看我們偏鄉的孩子 也可以寫到這樣奔放斷 然後開心到 一張紙過一張紙 然後很享受 你就知道 因為他已經知道他的悶氣 然後他的想法 回去講也不會有人聽啊 大人 我們那邊的大樓一定是跟你說 小孩有名字是在說三回 對不對 我們那邊的家長 哪會有什麼 學過什麼教育理論 或者是去陪伴孩子很少 一定是很直覺的發現 那孩子也不敢亂說謊 可是在學校 就是絕對會讓他 可以發展他的想法 最快樂的地方 而且沒有人管他 那所以老師你可以這樣做 就是先像我剛剛那樣子 示範了之後 適時想像感受 讓孩子一起家之後 不要直接就讓孩子說 那段老師你造一句 或者是漢人你造一句 他突然給他一個 三個都要完成的 五星都要完成 是很大的壓力 你就可以讓孩子怎麼樣接龍 比如說 好來小朋友你先造一句事實句 然後他造完了之後 來旁邊這個小朋友 想像 然後第三個加一個感受 然後再繼續這樣論 那孩子就會從這些模仿裡頭 開始去檢索 然後開始去歸納說 原來就是這樣做 下一步他就容易多了 好 好 所以有輸入就有輸出 所以老師你會發現 我怎麼教的事實 想像感受他還是沒有什麼 如果像我們那邊 刺激不斷的孩子 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給他課文 然後帶他去分解句型 最好的是再給他補充的教材 不斷的帶他去分析 那他就會從模仿裡頭 去開始檢索 然後開始歸納方法 所以仿座在仿什麼 當你給他清楚的音架 知道你在仿什麼 老師幫你怎麼搭音架 下一次拆掉你可以怎麼搭 甚至我示範給你看 我常跟孩子說 寫作就像那個 造句和寫作就像蓋房子 你如果只有事實的話 就很像只有這個房子的什麼 河 勉強可以遮風避雨 但住起來不會太舒服 不會讓你太享受 好 可是如果你加上想像 比如說 不是加上是感受 好 你就很像你的房子 我希望我的房子有空調 我希望我的房子有書房 我希望我的房子有什麼 這是你後來加上 那會隨個人的需求和感受而不同 那外觀呢 你當然可以讓你的外觀就是房子 然後素素的很醜 可是反正裡面可以住就好 有事實有感受 可是如果你在發揮你的想像 好然後蓋出來 有的孩子的羞辭 會像我們剛剛那個小倫一樣 他就是很有想像力 非常的天馬行空 那蓋出來我每次看他的文章 我就覺得很像在看Gody的房子 西班牙那個建築師有沒有 那個Gody的 就是那麼的天馬行空 然後非常的美輪美奮 然後非常的創意 然後非常的有自己的想法 可是有的人當然他可以素譜的 可是是很堅定的 就像安藤忠雄 那也可以 所以我都跟孩子說 你的文章就像在蓋房子 但有的孩子從來不會蓋啊 他只知道房子到底要怎麼蓋才會漂亮 那像我們自己 我們要裝潢我們的房子 蓋我們自己的房子 你是不是會去參考什麼 裝潢世界啊 雅氣雜誌啊 什麼美的布啊 或什麼那種裝潢 那就是在讓你學習 模仿 然後你就會去檢索歸納 說我如果要這樣的房子 我大概要怎麼幹 所以我們就帶著孩子 拿三色螢光筆 適時劇請他用綠色 想像劇用紅色 然後感受劇可以用藍色 隨便你拿 黃色什麼都可以 然後帶他不斷的去熟悉那樣的劇型 他才知道在模仿什麼 該怎麼模仿 像這樣子 比如說這句 奇形怪狀的石頭是 適時 然後呢 這些奇形怪狀的石頭 有的像哈巴狗 有的像睡美人 這是想像 加上名字後 真的越看越像他的感受 然後到這句 泥火山是適時 綠色 想像是黃色 好像有人在打嗝 原來是泥這樣一陣陣冒出來的聲音 這又是適時 我忍不住驚呼視我的感受 好像什麼 就讓孩子這樣不斷的自己去練習 檢視然後發表 孩子大概就知道我可以放手 好 我跟老師說的 我第一次讓他們造句 發下去就是造出這種句 媽媽請客人進來說 這是我們班前三名的女生 造出這樣的句子 你就覺得很想 土連他都這樣 下一句更 那這是教了之後馬上變這樣 妹妹每次跑步 好很快 可是都會跌倒 我覺得好恐怖 妹妹好像在地獄 因為很痛 我不要跟他一樣 你看馬上喔 這個二三十個字 三十個字以上 第六話 教完馬上 你看 第一次造 哥哥考試五十分 請爸爸打他 最好也這麼好 然後馬上喔 然後指導完之後加想像感受 然後變這樣 我每次下午回到家 都會先玩遊戲 再寫功課 好像一片快樂的雲朵 我好開心啊 那這樣的句子 明天他要考試 你要不要擔心呢 你就比較不用擔心了 哥哥請他朋友來加文 改了之後呢 媽媽請他朋友來加吃飯 媽媽的朋友 適時 媽媽朋友一看到翻 適時肉 就狼吞五煙 這是 想像 然後感受 好好 想 就很有趣 你看短的 馬上加了就變長 短的就 有生命力多 好 然後接下來 我就會讓孩子做這樣的練習 以前我們會給他那個直行 播了超好多造句 然後他也不知道再造什麼 媒體都被打錯 然後訂正來三次之後 你就覺得不要訂正了 隨便了 過了就算了 考完試再說 那考試就棒棒水就好 免得家長來跟你囉嗦 可是當這樣之後 然後有時候造句 幾課晚我派個造句 派了七句 以前的孩子就會哀哀叫說 啊 又要造七句 派日記都不會有人叫 派造句就會有人叫 就是那個框架 但是當這樣孩子知道方法之後 為什麼孩子會叫 因為你一直給他退播 可是當這樣之後 你看我就給孩子一張A4的字 然後畫了8格 然後兩面就16格 然後我讓他第一個先寫上 到底該怎麼造好一個句子 就是他回來再檢視 你給他搭的音階 然後他清楚的之後 然後到我要怎麼做 做什麼 怎麼樣才能做得好 然後才會有好的結果 所以他自己先寫 二十個字以上 三句以上 有事實就是人事實 第五加想像 就是像修辭 再加感受你的情緒 可以用情緒卡 事實想像感受 這樣就交五星句 好然後再開始造 你知道這樣出十句 孩子還跟你說 太少了老師再出 我上一次月考喔 七課裡頭 你把那個光碟列印出來 那麼多造句 其實好多句都是重複的 然後你就開始挑 好不容易出到十句了 孩子就說 老師我們還要造 然後很難再出到十五句 因為扣掉那個這個 就是有十五句 小朋友就很喜歡 因為他覺得他可以一直 他知道方法了 他知道怎麼走了 然後他可以把它弄得很精彩 而且老師會給我畫很多心心 而且就算我沒有被畫那麼多心心 我被退貨了 我也知道 我少了哪一顆心 然後看別人被畫五顆心 我也不會說 你看老師偏心 他的比較短 我的比較長 他還有五顆心 我兩顆心 我三顆心 為什麼 因為他想像感受都有寫 你沒有寫到 他也心甘情願 你看這個孩子 他的造句都有生命力 我到底要跟爸爸說 還是不要說呢 我的嘴巴好像有一隻蟲 在那邊動來動去 很難說出來 我超痛苦 各位老師 欲言又直的感覺 那孩子講 有一隻蟲在那邊動 我到底要不要說 就看到這種句子 你怎麼會不敢動 你看 哥哥不但是翻唱大帥哥 還是全校最有智慧的人 我真是為他感到光榮 我看到這句的時候 我一直想說 這個五月安明明就沒有哥哥 他只有一個弟弟還沒入學 然後每天皮得要死 跟著他 還有一個妹妹 原來這個哥哥就是誰 就是他 轉個光 我們班的暖男 超可愛的 要不是老師讓我們寫作 我哪能這麼厲害啊 我真好命像一個大博士 你看我馬上給他五顆心 雖然好命跟大博士是沒有關係的 而且他好多注音 還有很多錯字 可是我絕對不會給他算錯 因為他一直在幹嘛 讚美我 第一個 第二個 要是我們要思考一下 你到底要考他生之與詞 還是要考他理不理解句型 還是要考他的寫作 還是要考他的創意 思考 造句在考什麼 考生之與詞嗎 不是啊 生之與詞你前面就會去考啦 你到那裡去扣分啦 像寫這麼做錯這字的人 你不用差這邊一兩分 因為他前面一定被扣十幾分 所以可以扣得過癮 沒差在家 所以呢 這裡要不要就饒了他吧 對不對 這孩子呢 在這邊已經這麼沒自信了 已經生在這麼可憐的地方 這一輩子一路走上去 可以想見他的前途會越來越坎坷 他一定不差 在你這裡受到一點挫折 可是 如果你在這邊給他的鼓勵少的話 他將來沒有能量 繼續去接受那些挫折 所以他要那些挫折 要被扣得那麼慘 給國中老師 給國中老師 壞的給他去當 我們就做一個好人 然後給他很豐富的那種 溫柔和支持 然後告訴他說 你可以踩著這個墊子一直上去 你是很棒的 等到現實 等到國中老師再打他打醒吧 不要再這麼小就把他打醒 因為他以後一定會再被打醒 不要這麼小就打他 你們聽懂我在說什麼嗎 聽懂嗎 我覺得我好像講也不太清楚 好 那孩子也可以自我檢測喔 不是照了而已喔 也不是照完就好 也不是照對而已 怎麼樣叫照好 就是要幾顆星 沒有五星也要幾星 四星 照好讓你上天堂 照少你真的星涼魔 該到每天都是 我是怎麼教你 我講的五星說到無論 再勞幹 結果寫成這個樣子 心很沮喪 好那 這是一件小事 照劇是一件很小的事 在我們的考試裡頭 其實佔的分數也不會太多 那現在的習作也不會提提流 可是他就是回考 而且這樣的方法 不只成就了他的照劇 他還可以協助他的寫作 當我們把一件小事做好 然後呢 我們不但成就了他的思考 教了他方法 也成就了他的思考 然後你告訴他 什麼是事實 什麼是想像 什麼是感受 當孩子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他自己腦袋裡就裝了什麼 監控系統 我在照的時候 我就自己知道 我少了什麼 我要補上去 我的句子才不會被老師打錯 我的句子才會豐富 我還可以表達我的想法 也就是不斷的讓孩子知道 自己在做什麼 然後不管他寫什麼怎麼寫 他都可以自己校正 知道自己哪裡 沒做好 然後哪裡還需要再加油 好你看喔 改習作更好 收回來的習作 絕對不要馬上改 讓他幹嘛 自己先看 看完了再請旁邊的看 旁邊一定跟他說 你少什麼 對不對 然後請他幫他一點忙 互相一下 收回來 你只要幹嘛 打勾就好 不用改就不夠延遲 就跟你說要想像 就跟你說要感受 你還少對不對 還要再幫他畫 這個都不用 所以我就藏在教室裡頭 收來了之後之前 我第一次其實是叫孩子說 你們交換改 結果那個很嚴謹的女生 老師我不要跟他交換 我先自己看 他很怕錯你知道嗎 他自己做不好 會被人家取消 他就自己開始拿螢光米先起來 好 他來給你看 我就覺得一對不錯 我先讓他幹嘛 自我檢視 然後他再跟旁邊的人 互相觀摩 這樣的方式就會 蠻有用的 然後你看他自己就在畫 事實句 想像句 感受句 事實想像感受 就好 他就知道我都沒有造錯 然後還是再跟老師說一次 錯字真的稍微 著量扣分就好 你今天是要鼓勵他發揮想像 今天是要鼓勵他學造句 如果這個孩子造 我先寫功課再吃飯 很難錯字 因為沒幾個字 你給他打對 旁邊那個孩子造的樂樂等 好有想像 可是錯了十個字 然後他被打錯 扣了四分 整整四分 你覺得這個孩子下次要造這種 很貧乏的句子 沒有思想的句子 還是要造這個 可以發揮創意的句子 他還想學寫作嗎 對不對 所以呢我真的建議老師 先鼓勵孩子發揮創意不怕寫 然後不要在錯字上 一直給他 我們希望一棵樹長得很漂亮 然後我們可以來把它變成一棵盆栽之前 一定是先讓他怎樣 亂長 說不行啊 錯字那麼多 能看嗎 丟死我這個老師的臉了 等一下人家問說 像我們隔壁班老師就常在那說 你一二年級老師怎麼教的 我現在要退貨 然後我就打下去 一二一輪人家要送貨來 就覺得很好笑 因為這個話我自己其實也有講過 對不對 然後當然是企劃 就覺得很好玩 然後你看我們就會被人家退化 就會很在乎這個小細節 因為看到的可能 下一個老師不是跟你一樣的方式 他注意到的就是那個小細節 可是當你在注意這個小細節的時候 你看那個孩子還能長 他只要開始冒一點 長歪了剪掉 長歪了剪掉 最後呢 那一棵樹永遠都長不出來 因為只要長出來 就被剪掉 你就算要剪 也要讓他怎樣 知凡月貌了 再來修啊 那才有用啊 對不對 而且我真的覺得措置這件事情 有點天生 我們班這個小女孩 剛剛那個小女孩 你看超嚴謹的 這個 不要好 不要再回去了 太累了 很少措置 因為他就是很嚴肅 可是我常常在想他的未來 可是你看那個 錯很多的孩子 可是他好感情 像剛剛那個小男孩 我說那個暖男 有沒有 他超有創意 可是錯字超多 如果在這個時候還敢 照這什麼句子 他下次只敢照 先寫功課再玩 玩不太會寫 可能會寫作 再吃好 吃比較不會錯 我先寫功課再吃 連飯都不敢寫 因為飯可能又會多勾一點 那你訓練到孩子寫作了嗎 你訓練到他的 字就是要拿來用的 你看像剛剛文老師多厲害 回趕 還說對 要回去趕 不但不改錯字 還給自己找藉口 創造新字 你看 這才是有Guds 才能夠知反頁嗎 對不對 我們給文老師太開心 對不對 你就是要讓孩子 先能夠都長 我們才有機會去修他 如果他連掌你都害怕 都不敢幫他做的時候 不要說能造出這樣的句子 他只會在寫作裡頭 一直不斷的恐懼 所以一定是讓他先不怕 他敢 我們才有機會去跟他說 你可以更好 他才會想 願意更好 想寫敢寫 才會怎樣 才會怎樣 不怕寫 不怕寫 才會想寫 敢寫 才會敢寫 才會想寫 最後才怎樣 能寫 甚至到我們希望的寫得好 可是我們通常都希望從 一開始就要他寫得好 對不對 他剛開始學走路 你就跟他說 走那什麼樣子 人家隔壁的都可以去拿奧運金牌 你連戰都站不穩 那個就天生的 每個人能力就不一樣 他連站都站不好的時候 你一味的指責他 他最後只能 睡在那邊 我不要站起來 隨便你怎麼打罵 我都不願意站起來 因為站起來會更慘 對不對 被你修理的更慘 所以老師我覺得 錯字這件事情 先放了孩子 放了自己 但是甚至於此 你當然要怎樣 嚴格的挑 對 那就是我們要想清楚 我們現在 要協助孩子的能力 是哪一件事 我們就從那一件事情上 去鼓勵他 去給他做檢視 而不是把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落來這件事情 讓他看到他錯那麼多字 可是他的創意 全部就被抹上 下次一定不會想要做 那不斷的在洗腦 就不管寫作啊 故事創作什麼 就是跟他們說 加上事實想像感受 所以你看孩子林寫的 那個什麼雞蛋糕啊日記 他就會不斷的 那個軟軟的雞蛋糕 像小倫的屁股摸起來 聞起來有奶油的香味 像麥當勞薯條 吃起來QQ冷冷 像巧克力棉花糖 在嘴裡彈跳 你就覺得 各位老師 你如果不教他這樣的 造句法和寫作法 你看看 難怪大家都很討厭什麼 改作文 前世殺了人 今生改作文 對不對 難怪每個人都不想改啊 就覺得 為什麼要五篇呢 四篇就好 不是我不想給他們寫 是改實在是很痛苦 可是當你如果都看到孩子 這樣有創意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覺得改起來怎樣 好爽快喔 對不對 然後他不知所云 在那一直亂云的時候 也不知道在講什麼的時候 可是你就看到他隱約有想法 就趕快過去就好啦 你有什麼資格去修改他的想法 我們回去想想我 小時候我那天就翻到 我兒子三年級的作文 我兒子自己拿來給我看 他看我每天在教學之後 媽媽你看看 我現在 我那時候寫的作文 都比你們翻 寫得好 我實在不好意思講 那個每一頁都沒有超過一頁 作文不穩 一頁還多半頁而已 那這是爛到幾點的作文 我就跟他說 嗯 時代不同了 媽媽覺得你很棒 那時候可以做到這樣 媽媽就覺得很了不起 因為你們老師也不是我 對不對 你就覺得怎麼造型的這麼爛 他現在也是長大了 但是那個發揮能力 絕對不會像我們的小朋友這樣 這麼的天馬行空 這麼的愛寫 這麼的想寫 這麼的感寫 所以老師 你就是讓孩子去發揮 他只要覺得 在你這裡得到肯定 不會被否定 他一定敢一直做 他一定會在這個歷程裡頭 到他長大一點 他更成熟 他一定會看到別人的文章 再看看自己的發現 唉唷 好像真的很慢慢的 然後我就開始慢慢的 試著修正修正修正 然後在這個錯誤學習中 然後越來越好 然後就是類似這樣子 我要給老師看一次 你知道這是我們班 原來我們班小朋友 十四個 這兩個孩子 真的有一個連十根手指頭 到現在都還不太會算 有一個永遠 你講什麼 他都答非所問的 然後上路可能也沒怎麼這樣 但很乖巧的小女孩 這一男 一個每天傻笑雙寶 然後十根手指頭都算不來 一個就是什麼都聽不懂 老師說你去看他們全家 就是從上面到下面都一樣是這樣 你就覺得好難過 可是就孜孜不倦 訓練了半年之後 用事實想說 你看他還可以寫這樣子 即便這兩個都還可以寫的 雖然一直照 有時候有點鬼打牆 可是其實句子都還算通順 而且還蠻願意寫 但是我們班在十二月 山上的十二月底的時候 轉來兩個孩子 這兩個有一個是市區轉 四個字 兩個字 四個字 五個字 你看了有沒有 這兩個孩子程度還聰明多了 至少這是正常的 所以不是孩子不能寫 絕對是沒有怎樣 沒有練到 所以你給他練 臭面的結果絕對會很豐富 然後你看第一次月考完 馬上 那天教完第二天造句馬上編這樣 這個你看每次一打雷 我家小貓都會捲成一團好像紅蟲小貓真膽小 好有創意齁 你就覺得好有畫面 該想 連自己造完 連校長都很想寫一個good 然後造完了自己四十六個字 三十八個字 三十四個字 多麼的嚴謹齁 而且你看越來越周火入魔 老師他們都有沒有錯字 有啊 可是他五顆星了 你忍心扣嗎 要好啦扣一點 全部 你覺得應該扣幾分 扣個一分就很了不起了對不對 不要讓他覺得 蛤 我想到這麼好 他想到這麼壞 對不對 然後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那麼多錯字 標點也沒加 我一分都捨不得給他扣 因為你看不但不寒 哥哥不但不練球 還去跟教練說他要退出去玩 教練生氣的說 你出去沒關係啊 後面排得像一條龍咧 哥哥看到又想加入像一隻蝸牛 你說 你有沒有覺得超有什麼 畫面就是 我到底要不要進去跟他講 還是不要講好了 要不然再進去好了 很像蝸牛 這種句子 你怎麼忍心給他扣 你扣看看 扣完了他定證死 定證死完 下次我越短越好 像這樣 像這種招句 這個就是剛轉來的 這還四星還可以 他都沒什麼錯字 可是就是很貧乏 那這個小女孩 就是我說自能不足 可是他還可以這樣 事實加上感受 他事實加上感受 Y7扭巴看也知道他的能力 就越來越想寫 而且知道方法 好 然後這個 你看孩子後來就 極致暗部就班 這個也是 這就是我剛說那個字 到三下 那個阿呆阿呆的小女孩 真的是能力很差很差 走路也走不太穩 假如弟弟生病了 不就可以不寫功課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覺得很丟臉 想像 我覺得我很對不起大家 就覺得好不錯了啦 太棒了 講話都講不來 可以寫成這樣 你看這個已經走火入魔到 欸 考試的時候 把我整張考卷 畫的這樣 揮啪咪咪咪的 自己在那邊試試想 很怕自己沒寫到 所以每一句都唱到 不行這樣子 我就給他寫高手 因為我實在不忍在圈錯字 實在錯的一攤不足 你看 紅色的 好豐富的造品 你看 就很有 改造劇變得很快樂 這是孩子的心聲 都跟你說 考生子儀式太厲害了 喜歡考造劇 也是 我覺得造劇變得很簡單 反省的時候 連反省都不忘五星級 完全沒忘 我覺得 我很粗心 就像 所以媽媽就罵了我一頓 說我很不認真 就像性級的農夫那樣欠打 可愛 大概是孩子 我覺得造劇像堆積木 事實想像感受 就像組合積木 有沒有很傳神 真的 有堆事實想像感受 你的積木 堆出來的房子就漂亮 那寫作的時候 老師其實也可以這樣運用 然後老師 你會發現一件事 當我寫作的時候 孩子 你擔心他的文字太平伐的時候 你就給他一個大感化一個表格 是什麼 怎麼樣結果 然後這邊就是事實 想像 感受 是什麼這件事的事實 然後你可以加上什麼想像 怎麼感受 最後組合起來 是不是就變成 一篇文章就豐富了 你們看得懂我在比什麼嗎 好 那好 那回來看課文 當你課文把它變回這個表格的時候 你從第一段裡頭是什麼 然後把事實句找出來 想像句找出來 感受句找出來之後 然後第二段 第三段 這樣事實想像感受 最後你把那個感受和想像的部分刪掉 留下來的這個事實 就是文章的什麼 大意 對 好聰明喔 那你再大意識別很容易 你不用在那邊什麼刪去法 然後哪一個該刪 哪一個不是該刪 然後關鍵詞 好像每一個都蠻關鍵的 又不知道哪一個該加 但是當你把他事實想像感受抓起來 你要再去找關鍵 再去找那個主要句子 就變得容易多了 然後你看這我們就是從班上的 從課文裡頭整理出來的表格 但還是這樣去做 找出事實句 想像句 感受句 事實句 想像句感 他就不斷的從別人的好文章裡頭去模仿去練習 然後他漸漸就會歸納出他自己的寫作的方法 然後甚至你可以給他一些補充的 那他那個課文是從拉拉的自然筆記載出來 我就把這個書給他們 讓他們去找 然後他就一直在練 然後最後你就可以開始做仿作了 那個是月世界 那我也讓孩子 先讓他想想 這樣一個神秘的地方到底在哪裡 他本來猜錯月世界可能是怎樣的地方 結果到了 這就是寫景的 到了月世界之後才發現 原來月世界並不是他想的一個這麼美麗的地方 而是一個 兩旁的山丘像並排的大象 灰色的表面上有許多紋路這樣的地方 然後所以我就讓孩子以這樣的寫作方式 先給一個學儀的那種猜測 然後回基礎 然後去寫景 所以我就跟孩子說 然後讓他們把這個文章解構了之後 再去畫到剛剛那個表格分析 再給他們一個表格 我跟孩子說 我告訴你們 我們建工國祥後面有一個秘密花園 那個岡山田寮的月世界 我們建工國祥後面就有秘密花園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帶他們到多元的地方 我們那邊也沒公車 一天一班 去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回來 然後什麼時候會出現 也不知道 我教了十幾年 終於在晚上 看到一般樓貓公車回來的感覺 也沒看過 所以也沒辦法帶他們說 隨時要去就去 我就跟他們說 我們後面就有秘密花園 然後其實那就是我們學校 後面就有一個紅樹 我們學校秘密花園會長什麼樣 那孩子就開始去寫事實 我覺得秘密花園應該是 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然後會像什麼樣 我感覺那個秘密花園 讓我覺得像什麼樣 然後確定了之後 我就帶他們去看秘密花園 你知道嗎 我給他們懸疑了三四天 然後跟他們說 你們乖的我才要帶你們去 已經給他們掉胃口 掉到他的妹妹來 第二天來跟我說 老師 我姐姐跟我說 我們學校秘密花園 他知道在哪裡 然後大哥告訴我 我很想去 我會不會舅舅你帶我去 我說我等一下就回去修理你姐姐 他自己都還沒有去過 最好 你知道嗎 超可愛的 他就掉到那個 然後每天就可以拿這個要挾他們 終於有一天他們全班都 其實不是他們不關 反正你就要找借口說他們不關 因為我實在沒有時間 然後終於有時間帶他們去了 你知道一到那裡 其實就是他們每天放學回家 不是 可是你知道 對我們鄉下孩子來說很 西松平衡 就是紅樹林 海貼東 然後下面滿滿的那個 昭朝蟹 還有那個叫什麼 潭土魚 各式各樣河上線 但是你知道 我以前在新北市教書的時候 我從新店要去帶孩子去看那樣的地方 你知道我做捷運要做多久 對不對 做到淡水觀度 才看到這樣的景觀 所以稀不稀奇 只是他們人在福中不知福啊 所以我要給他們胃口吊一下 當然是實在也找不到什麼秘密花 因為那裡什麼都種不起來啊 怎麼可能會有花對不對 然後 以前沒有接受 甚至要坐火車 那真的坐到天荒地老 看一眼就得回家 可是他們每天都經過 他們也不稀罕 我就真的帶他們去 看到的時候你知道 我們班孩子多麼的善養 我就說這件屬豬的孩子實在是 溫婉又和氣又善良 然後對老師這麼 一去看到其實已經有孩子 發生蛤 可是我說 喔有沒有好漂亮喔 然後其他 對啊 好美喔 這麼神秘的地方 我們都不知道 你看到台北的時候 我以前我就跟他們說 你知道這種花園 在台北要坐車坐多久 而且那個捷運怎麼樣 多麼的稀奇 然後你看多麼的棒 然後他們就很會 就配合老師做演出這樣 那回來他就可以開始 我們就開始帶他們觀察 你看那個紅樹林遠遠看像什麼 是什麼 看到紅樹林 然後遠遠看像什麼 然後我們在靜看又像 一片一片葉子又像什麼 遠近然後想像 然後你的感受又是什麼 事實想像感 那再往下看 又看到招曹蟹和尚蟹啊 彈兔女 又像什麼 然後給孩子這樣的表格 就讓他先去寫 那就像孩子一開始 不知道你給他一個大鋪頭的東西 跟他說那會去寫 你今天秘密花園看到什麼 他一定抓五張法 不知道說我到底從哪裡開頭 開始怎麼樣 可是因為我們出門前先寫了 我對秘密花園的預測 想像是一個沒有人去過的地方 就像一個手遊單飛過來 也像遊樂園好好玩 有五彩繽紛的花朵 我被太陽照射著好像五顏六色的小精靈 花兒門被層層疊疊疊的花毀住 全部都沒有實現 然後呢 我很想去 因為神秘沒去過 很期待真想飛奔去開開眼界 然後結果一去看 就看到紅樹林香味冰 好 他再把這些部分 這個是五架 然後這個是肉 然後你把這個肉為了要連起來 所以要加一些黏著肌 就是連結子 串起來一片文章有沒有變容易了 那有的孩子可能不太會寫 你就讓他先幹嘛 畫 畫的時候其實他就在開始思考 對我看到了什麼 我還有什麼 然後我還可以寫什麼 然後文章就傳 這就在教室裡 想像的秘密花園是這樣 好多錯字啊 一點沒有去 非常安靜 五彩繽紛 對話 可是你看得懂 你看得懂啊 小孩子錯字有什麼了不起 那個記者 還有一家 這個就是 好像是夠的 就是 就是考試的時候 而且現在國字注意 其實考的也非常非常的少 你只要不要彌補到幾點 其實大部分不會在整個給你扣太多 那那個要求 我們可以拿來另外的地方 不要在這裡 讓他覺得很挫折 好你看 然後他就開始想 解開了我的 雖然這裡很漂亮 但是很多垃圾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那天是放學去 來不及好好看完 回來又寫作 我第二次又搬他們去 去之前他們就說 老師那個路邊好髒 那也其實算國家公園 那我們可不可以帶垃圾 帶去撿 所以他就寫說 好險我有跟大家一起撿垃圾 然後希望讓這裡變得 你看我環境教育也順便怎樣 那個時候其實是為了練習仿作 然後練習 事實想像感受的寫作 然後五星級的造句吧 結果下學期 你知道學校就要教本位課程 環境教育的那個成果 我當然一年來都沒有做 對不對 可是這個馬上就可以怎樣 因為他最後還好 他們有去撿一下垃圾 真的撿很多回來 我還沒有弄那個 提著像聖誕老公公 溫老師差不多了 就這樣子 那寫作 你看 這個也可以 寫人物也可以 生理心理社會的事實 想像感受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其實就像一棵樹 基本的枝幹就是事實 你讓它開了花結了果 這棵樹是不是就沒了 好 就豐富了 就像想像和感受 那我大概就到這樣子 那老師你也可以這樣打啦 FIT造句 FIT 試試一下 又過去 最FIT的造句 所以你就不用畫五顆星 畫不好又畫得很累 你乾脆就寫FI 少了T FT少了I 真的嗎 真的嗎 真是讚美 謝謝老師 謝謝 那我 先謝謝遠芬老師 然後他怎麼鋪陳我就怎麼接照 我再繼續來談一下 剛才那個 遠芬老師有用了一個 所以我就來接一下 一樣 那個是什麼 那個片叫做什麼 那大廚小的那個是誰 對 防血 防血對不對 我剛好有給你們防血 你看一下 你翻一下這個 防血的那個部分 好 再最後把 大自然的美術館 找到了 你看到了大自然的美術館 我呼應一下那個遠芬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 剛才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 我等一下會直接在結束之前做兩片 我找兩個方向來跟遠芬老師接他的那個 就說 所以我 你不要問我要教什麼 不要講什麼 我不知道 就當場我看你們的臉 我就說要教什麼 要講什麼 這樣子 因為東西太多了 看看遠芬老師不是已經提到了 就是我們在講那個仿座有沒有 他剛才是那個 樂世界對不對 好 那我再來補一點點這個部分 在這之前我先提一下好了 為什麼遠芬老師用五星級比用分數好 這個就如同我們在考試的時候 我舉一個案例 一個孩子如果寫數學通常都寫不完 有時候比較弱勢的孩子都會一定在時間 你會不會讓他寫 時間到 考試時間到 你一定收卷對不對 我不會收卷 那你說 蛤 這樣不公平 他時間 就是考試時間就是到那邊 所以你怎麼辦 你就是看一下這個孩子沒有寫完 是沒有寫完到哪 哪幾題是他在下課時間繼續補寫的 你知道聽懂嗎 所以他有兩個分數 他的第一個分數是正常版的 但是他有第二個分數是努力版的 我們不是在要求一個孩子 事情要徹頭徹尾的做完 不是我說的國父說完 說的這件事情對不對 可是我們卻在他想要做的時候 我不讓他做 有沒有 這個時候他不是老師我還沒有寫完 是不是大部分孩子都是這樣 如果一個孩子說 沒寫完隨便 反正我就不要這個分數了 就是很多指考的時候 或者是基策的時候 很多人就是放在那邊睡覺 他連動都不動 這就是我們教育現場 最糟糕的一件事情不是他考離分 是他連求生存的意志都沒了 這就是我們教育現場 叫出來的孩子 為什麼 因為他從小 當他想要一點點努力再去 就是綁回一點點的時候 你不願意給他這個機會 你跟他說這樣不公平 教育要的是公平 還是教育要的是 讓一個孩子永遠保持想要去做完這件事情 我們要的是後者 可是我們被分數給綁架了 被蒙蔽了 所以你會不願意讓孩子做這件事情 而我有這樣子一個寫思 所以我讓孩子一定寫完 孩子不要緊張 你繼續寫 記你的能力把它完成 那等一下下一集可能還要再考試 但是我先幫你保管 那你等一下全部都考完了 還有一些時間嗎 我們再讓你繼續寫 那這次會出現兩種分數 你知道聽懂我意思嗎 孩子我看到 你看當你還想寫的時候 其實你是可以的 有時候還是會寫對啊 那你看到只有兩個分數 你跟爸爸媽媽說 第一個就是現實版本 可是第二個是我努力版本 讓爸爸媽媽知道 你是那麼的想要完成一件 這樣子重要的事情 好 那五星級有什麼概念 你會發現他是打星星 他不是打分數 打星星的意思是說 我肯定你做了這件事情 但至於分數 對不起 遊戲有遊戲的規則 那不是我能控制的 你必須要融入這個社會 你就必須要去遵守這些規則 可是我不因為這樣子抹上你的創意 因為有時候未來的規則是你來定的 再說一次喔 這些弱勢的孩子 就像剛才遠芬老師說的 這個孩子他大開大合 他錯字很多 他都用註音 可是他的創意怎麼樣 可是我們評量 有在評量創意嗎 沒有 我們只一個基本的標準就是說 對或錯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說錯字也要不要扣 但是我們就要你去扣 不要讓他覺得說這個無所謂 沒有無所謂 只是說未來這個世界 如果你可以創造一個世界 創造一個空間 是創意凌駕了這些肢節 你成功了 你是老闆 規則有你定 遊戲由你來玩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還是給他的機會 這就是我的變動 這樣懂嗎 拍手很厲害 為了自己解放 就是我讓孩子有另外一條路 好 那所以我提到這樣子 那我現在就在講說寫作手法這個部分 很快的跟你講一下 就是說我在做什麼 這個就是剛才提到 就像我是大自然的美術館 他是漢林的 所以是月世界 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是什麼 剛才遠本老師沒有時間把這裡 再講仔細一點 那我今天的重點是在講 我怎麼樣把這裡所有的手法把它抓出來 剛才我們的手法大概是偏向在哪裡 事實想像 可是實際上我們的寫作一篇文章的時候 他不會只有想像還有那個事實這個部分 他可能會有一些什麼標點符號的問題 他會有什麼 段落之間的問題 還有銜接就是關聯詞的問題 那接下來還有裡面具構具形 好 這幾個我就是用這課來做一個說明 所以回到剛才月世界 我們也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溫老師是有融入我早上提到的 閱讀策略讀書方法的 那你看一下 你們先讀一下 野柳是新北市著名的觀光景點 許多人特地前來參觀 我去長長漢那裡 因為這樣子就沒有事實想像 他就事實 那事實裡面應該有哪些東西呢 所謂的事實有時候不叫事實 有時候叫現象 大自然裡面他沒有所謂的事實 就是一個現象 風吹過來 他不是什麼事實 那就是一個一陣的現象 大自然的現象 所以事實的部分是包括現象 那感受的部分 最後你可以再加一個叫做評論 這樣懂得是嗎 我對這件事實的評論 我認為哥哥真是膽小鬼啊 那是他的評論 有時候不一定有情緒 這樣聽懂吧 所以我們現在就看這個部分的時候 你看一下這裡有什麼重點 以前我們很少去看任 你問小孩朋友這裡有什麼重點 他就看出來了 你不問他他就讀過去 你問他這個有地名嗎 有啊有沒有說他在哪裡啊 有啊有沒有說 為什麼他來介紹這個地方呢 有啊因為他就是他的怎麼樣 家政也有旁邊嘛 好那我很快的事實所見所聞 文學想像是一篇半說明文 什麼叫半說明文 你有沒有覺得早上我們的郵寄 跟這裡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他有一點點像說明對不對 可是他又有一點想像的部分 你等一下看 野柳甲就像一隻烏龜靜靜的旁 這個就是什麼 想像了嗎 那類似這樣子 那我們先看一下 我帶他做什麼 先辣毒 然後一樣做什麼 銀光餅 標示文學想像 這剛才遠文老師說的太好了 那還有課文的成分更新 我現在就是針對這個部分 請老師們注意一下第三部分 我怎麼做 第一個用了什麼方式 描寫景點 標點符號 所以有沒有更細部了 那接下來還有發現 這個景點什麼時候該句號 那感受是什麼 接下來還要為段落下標題 下標題我們如果有時間 我們再講一下下標題的 那當然這是我另外這個課我沒有關係 我們學習審思各課我沒有關係 好看一下 看到了嗎 大方向也有 一個小景點一個小景點 所以這是段落的大方向 接下來小細節 作者的關係 接下來是什麼 我說的嗎 就是文學想像 可是文學想像怎麼表現 我們可以用問問題的方式 這就是句型啊 剛才我們已經知道說 一個句子的組成 最好有事實想像感受 那至於表現的手法就叫句型 你不是一直在練句型嗎 不是嗎 好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 好我們看一下 是或是還是有沒有 這個東西也可以帶出什麼東西呢 我會學想像啊 這樣聽懂嗎 所以剛才為什麼要請遠芬老師先說 那個整個的一個句型的那個部分 接下來就是 那我的手法還有沒有變化的方式 這裡就有變化的方式 好句號的 這個是剛才是 文學想像已經有了 標點符號 好 另外一個第三個景點 文學想像 第四個 好 那最後綜合結論 好句型 你看有沒有發現我有句號 然後 接下來是事實裡面怎麼再去表現 怎麼去表現事實的部分 這樣看到了沒有 那這個我很快講過去 因為我都會留這個給你們 那你也可以在那個 貝克帕裡面去找到這個 來 有沒有發現我把它變成這樣子 剛才遠芬老師是不是有這樣 可是我多了一個這個部分 有沒有發現 我多了什麼 巨型的結構 我多了標點符號 我多了裡面事實 怎麼去寫這個事實 就是手法 表現手法的部分 我在 所以你一開始的時候 先用遠芬老師那樣子一個 五星急照去讓小朋友感覺到飽滿的 知凡夜報之後 再來修 再來用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先講約事件 一樣我們都是三年級 約事件 然後我接下來講什麼 你這約事件上學期嗎 那我這是三下的 這是 剛好他有點像說明文 又有點像 遊記 就有點這樣子 好 那我把它剛才我 你看看王老師做了什麼事情 我把這些 我剛才講的這些東西做了什麼事情 我這樣放 這樣放有什麼好處 是明明目瞭然 然後再把 剛才我把課文剪貼到這邊 我們看一下 這個讓全班先 這個先不講 讓他每一段先做一下 我先把學習單給你看 課文 看到了沒有 所以老師 你現在去跟廠商要電子打 很好用 因為你就可以直接把電子打 我常常拿來做切割 剛才我是不是也是 最後的決定 也類似這種表格 這種表格就是 我現在一貫都會用到的 非常好用 那你看一下手法在這裡 那接下來 我要讓他寫南大富小 遠芬老師寫什麼 秘密花園 建國國小的秘密花園 我寫什麼 南大富小 因為這個地方都是我們熟悉的 所以我現在也不用帶他出去 他每天都在那邊爛爛舌 還比我厲害 還有什麼秘密基地 我都不知道 什麼拿第一段又會鬧鬼 我都不知道 好好點 那所以你看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你現在回想一下 我老師剛好做了什麼 我把課文剪貼到這個地方來 可是課文的重點 是不是很容易 那個叫眉批 我現在這個叫做筆記 從眉批到筆記 那你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錄影帶你們應該再看一次 今天這一整天裡面的東西 對你來講非常有幫助 好 那你可以把這樣子一個東西 再替你練 那你看 加上說我有給你們PPT 你就會很清楚了 那你就可以照著 這個完全幾乎都可以仿座 這個寫東海國小啊 或是其他什麼都可以啊 就把它改起來 你常常叫人家寫校園的時候 知不知道怎麼寫 那你看這樣有什麼好處 這個手法呢束縛了孩子創作 讓他們不得不練習 使用課文中的寫作技巧 但因為主題不同 課文是野柳 我們要寫的是南大副校 所以無法抄襲 可是他可以抄襲什麼 手法 對 所以你看我讓他們先練一次 因為我怕他們直接寫在學習 但不會寫 所以全班先在教室做一次 難的事情一定要在教室做 簡單的就請安心幫老師做 不是 自己做 台南市最老的國小 你知道孩子天堂 不瞞您說 台南市的人應該不會知道 不會不知道台南 國立台南副校 他已經有一百二十年歷 是個偉大的學校 受到正成功的祝福 學習中的學生 有快樂活力優雅創新的品質 你知道為什麼我這麼了解嗎 告訴你我就是南大副校的學生 這是模仿他的手法 可是完全不覺得他是在訪作 對不對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孩子寫的 而我們學校有 你看孩子每個就寫到他的特色 校名 地理位置 在哪裡 現在再看一下實際的 看到了嗎 那遠本老師剛才有把這個東西 再變成是作文 因為他們的孩子毫無抵抗能力 反抗能力 鄉下沒有人管 可是我們的都市孩子忙得不得了 我就沒有再讓他再重新再操一次 我就認為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寫作的一個概念 那你看這孩子裡面 這個就是監控系統 他完全知道說 那他當然背不起來 他不像五星幾世一模一樣 適時想像感受 適時想像感受 他沒辦法背這個手法啊 所以我把手法放在哪裡 放在他旁邊 告訴你我就是要讓你做這個 這跟我們提問寫綱要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他這一刻回來 看一下這個細節 這樣聽懂嗎 所以這樣兩個的音匠 促使了孩子 可以把他的經驗 很步驟的 很調理的 很放心的 把他擺出來 你看看到了嗎 所以你看 這裡是位於檀檀寺中心去一所 有樹屋 有廣大的草原 可以玩球 還有堅強陣容校隊 這就是南大副校 你知道嗎 這裡是檀檀寺最古老的學校 而我就在這裡讀書喔 有沒有他講他的關係 走進校園看見了雄偉的國父統 這樣站立在前方 像是在迎接我們一樣 來文學長 有沒有 這不是我 一問這裡就有啊 也留起來就像 一隻烏龜靜靜的趴在 所以他知道這裡要有文學 第一個重要景點 事實 第二個文學想像加動作 在國父統上 左邊是個洞側門 左前方是通往昭陽樓的樓梯 通往副校的昭陽 有沒有 這是不是有點像文學 通往副校的昭陽 爬上通往昭陽樓的樓梯 看見這裡是個重要的地方 因為這裡是我們學生集會的場所 這裡的講台有一張國父的照片 如果他還活著 他是會去當總統 或是成為平民 還是讓台灣成為共產主義社會 是或是還是 那他就剛好把這個重要的 對他來講他覺得國父一向 每次都要敬禮嗎 像國父行鞠躬禮 那你會發現說 這個小朋友他這樣子在做的時候 請問他有沒有覺得很孤單很無助 不會 第一個副校是他熟悉的 第二他知道他每一段 這一段裡面要擠進哪些的東西 第三他如果不會的時候 他可以回到這個地方來接受 所以你看溫老師一路就是完成了 我們學習教學原理裡面 非常重要的音架語錄 我永遠都給孩子非常堅實的 可是這個音架來自哪裡 來自我們的教科書 所以溫老師說 作文寫作不必另批戰場 然後從課文掌作文 那這個是已經是最接近 從課文掌作文的一個案例 完全從課文掌作文 所以以後如果溫老師要拿出來的時候 就拿這個從課文掌作文 好看還可以掌一些什麼 繪畫繪圖的這個部分 好那每個小朋友都可以去寫這邊的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說 好像這個小朋友呢 我現在寫的密密麻麻的 這個就是 好把他分析一下 這是到底第一個地名 第二個位置 第三個重要性 第四個與作者關係 這個把他分析出來就是這樣 因為他寫的字 密密麻麻你看不懂 所以重新把他打字 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樣子你會發現說 小孩子他在寫作的時候 他當然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先堆別他什麼能力 文學修飾這個部分 是基本的 因為他是一個 所有你每個一年級 就開始會進入文學想像 會有情感情緒 所以今天溫老師下午 就會跟你去討論這些東西了 那這樣子一個部分呢 小朋友寫起來呢 他就不會覺得說 完全不知道要寫什麼東西了 那每個小朋友都是可以寫這樣子 很清楚啊 沒有人不會寫啊 大家都會寫啊 爆量版書還很多啦 就有的 這個是我們把它寫打字 好 那我想要在另外一個部分呢 最後面的時候 再來跟老師們分享一個 如果你現在懂了文學想像 你要讓孩子自己移植到寫作 會不會有問題 我要告訴你 大有問題 你造句的時候覺得他好像有點造 對不對 你自己回去讓他去寫寫看 那這個是放假 有春假好幾天 他們會出去玩 因為我上完那個下雨的 早上我就不是下雨天那個 那我就希望說孩子 未來在寫遊記的時候 可不可以融入我的文學想像 你覺得可能嗎 當初剛才那個遠分的時候 都是在比較小練 大量的時候 他寫那麼大的時候 大篇子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我們今天就要開始 儘管我前面都苦口婆心 而且我還做了這件 避免流水的方法 要有文學想像 要有對話 要有動作描述 要有表情 要有心緒 我告訴你 就好像我現在 如果教練告訴我說 你先去投三分球 你要怎樣才會投進去 那你會說怎麼樣 那就是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 可是一投還是像小狗殺那樣 就這樣 就距離 我明明 我感覺我可以投進去 可是我用的力道就是不準 有沒有發生這種狀況 就看人家跳舞 很簡單啊 那幾步啊 什麼是轉啊 很簡單跳起來就很乖 就像八家醬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 所以雅公雅密說過了 知行很難 怎麼樣 就是腦袋跟你的手 永遠都是距離 是最遙遠的 看起來是最近的 所以你已經知道 要控制 要這樣 好那你看 要有內容要豐富 什麼的像一條魚啊 什麼自己都很會掰啊 好 我的寫作不是流水上 要有起 接下來 你會發現說我剛才是細部的 就是每一段落 每一段應該長怎樣 可是今天放在文章的時候 還要有結構嘛 所以我要克服兩件事情 我本來只克服內容 現在我要讓他回家自己命題 自己寫作文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要不要那個原因經過結果 繼續問人事實地物要讀 所以我也讓他們先想說 好要有起因發生什麼事 要有文學想像 這很多啦 來我就把它做成救命小字條 這個也貼給他們喔 已經先引導了喔 然後又貼給他們說 那你看 我原來的題目 而且因為那時候 我教過標題的 我希望說你一開始比如說 我到安平古堡 我先不要寫 到安平古堡 這很low 想說你可不可以先想一個題目之後 再來改一個標題這樣 我想出更棒又獨特的題目 然後事件的順序 你一定要有這個 最好是這樣 過程重點的先後討論 結果 對你也有什麼話說 那內容呢 剛剛這個是什麼 結構嘛 形式嘛 骨頭 這個是肉 肉裡面應該要事實 你看 為了這個文老師來去湊 一要 五不能 五不 事實要清楚 人物情緒反應不能缺 人物動作表情不能呆 人物間的對話不能忘 我會去想像不能少 我還故意在那邊湊這個 好 那 這個你看 都有了 你才能往下一段繼續寫 我以為我給他套了一個緊箍咒 對不對 那 隔天呢 他們就開始來去做 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我這個標題叫做 自作自受 自己寫的作文自己改 因為你那一天 所以很期待他們交過來做 全部還是流水上 為什麼 還是只有結構的原因經過結構 那裡面的內容呢 他就沒力氣了 所以我突然發現說 我們一次派這種作業 其實對孩子來講 他最後只能敷衍你 因為他如果放假又去玩 還要回來還要再寫 所以加上都市的孩子太幸福了 家長不會白白浪費時間 就叫你們一定會帶孩子出去哪裡走一走 那你看走一走就沒時間回來寫功課了 好 那所以呢 而且通常他們的作業都什麼時候寫 都在 比如說我要放五六日好了 他星期五的時候 下午就要把他寫完 六日是不能帶功課回家寫完 因為爸媽會說 那我花錢去安心門幹什麼 我六日還要管你的功課 所以通常禮拜五拍那個功課 就會變成說 你最好不要六日要做功課的 去體驗完才在寫的 因為家長會瘋掉 所以我猜啦 他們大概很多 這是那個什麼 春假寫的 那你看 畫紅線者為第二次寫作 孩子自我修正增加部分 來的時候我就發生什麼事情 我就開始說好 那再拿回去 把你自己的文章 自作自售 來一樣筆拿出來 有事實的你就畫事實 有什麼東西 結果畫一畫他們發現 文學想像怎麼樣 太少了 以前我們都是畫誰的 都畫課本 現在畫誰的 畫自己的 所以就發現這個問題了 所以我在車裡非常高興 就像一次 你看是不是故意啊 那我就說 有的加得很怪 就是不該加 其實也他一直在加 那時候就是為負心持 搶說愁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 練的目標在做什麼 不是合理性 我們是在做什麼 一個內容的一個 增添的這個步 所以你不要去改合不合理 不要管他了 就是有了就好 就像一個 我覺得很驚奇 於是對話有沒有 他少了文學想像跟對話 那他就繼續 也是第二次 另外一個孩子的 第一天去 我整個人像小羊 往下死 有時候像地獄一樣衝到天堂 我覺得值得又刺激 他原來這一段都沒有 去年暑假 我跟全家一起去日本玩 我覺得值得又刺激 他中間是沒有的 對不對 他加了這一段 那在吃上廚 我看到好多阿嬤在買菜 我看到這些阿嬤 讓我想起 我們等等要去找的阿嬤 也想念請在台灣的阿公阿嬤 他在日本還是想到這些 到了雷門我又看到兩個超大的 可是妹妹會怕那些門神 所以他就沒有拍照 他又再多了這些東西 另外一個 生日前一天 像這個就是有點刻意多到 太多了 這全部都是他家的耶 就是他又寫了非常非常的多 文學想像 好 所以你會發現說 當我們在教學的時候 這些習作都不見得是真正好的作品 因為你會為了完成某個目標而過了 但是你要知道 你現在在練習這件事情 所以讓孩子就是專注在這個部分 你就不用去管他合不合理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 這個本來沒有 我和我的玩具小馬說的是 他也彷彿聽得懂事的 高興的和我揮手 斜坡就像溜滑地一樣 好 那個 真的很像在太空漂浮著 好愜意啊 他如果沒有 就沒有寫這個 好 他多了這個 好 另外一個 哥哥說 對啊 怎麼樣其實 啊 我要聚高升 好 到了吊橋 可以看到河水的源頭 原來是從披著七色大衣的 三伯伯頭上流下來 好像三伯伯感動到 哭了好幾十年喔 好 你有沒有發現跟原本老師 他們那個孩子都很像 所以這跟都市或者是說 這跟鄉下的孩子其實沒有 方法對了 不論鄉下或者是都會的孩子 都能夠非常的成長 好 那這個也是一樣 他寫了精簡的那個 這是他原來的 他說 他說 在一個陽光普照的新奇點 我忽然想起 我有 你再看一次喔 紅色全部都是他第二次增加的 那 愛心的 當時的心情 就好比龍中鳥重返天空 或是被德國納粹抓住的猶太人 重獲自由之神一樣 這是他後來 這個孩子就有讀書嘛 所以他就寫到德國的納粹 那你會發現說這個孩子 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把原來的抄上去 第二個 這個事情不要在家裡做 在哪裡做 在學校做 因為爸媽不懂的時候 他會說 你為什麼還要叫孩子去做這些 那我們就讓他在教室裡面 那孩子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要讚美他說 天啊 你原來的文章跟你先生有什麼不一樣啊 你把它放在他 放大他在苦 苦心在經營的這個部分 他就會很高興覺得他又做了這些事情 而且你會發現說一馬歸一馬 如果真正要做好 寫做這件事情 真的很不容易 連都會的孩子 副小的孩子 他都必須要去做這些苦功夫 所以你看 那為了五一四 我告訴自己要冷靜 比上一方 他就是 這也是 這個最好笑的 念一下 去年寒假我們去寒 當時我是要去寒 我非常的開心 原來就這樣子而已 就像是連死魚都高興的活起來了 中間還有一些 我們就把它先不講 於是我們利用如閃電般的速度 準備好 文學想像 隔天我們全家準備好 就搭幕後的車到了高雄 我們在等候室等了好幾個小時 都還沒登機 當下我們真想把這個地方給毀了 我問媽媽什麼時候才可以登機 媽媽說 大約在二十分鐘 媽媽話語說完 登機口就沒有 看到登機口 又是一望無際的走廊 我幾乎又要崩潰了 所以看還沒出國就好有戲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我們一般在孩子自己自立 獨立在寫作的時候最欠缺的 他沒有這種自我監控的能力 那再說一次 你打籃球你已經告訴他說 你要怎麼樣才能夠投進三分球 這還不是真正的結束 這只是開始 孩子必須要經過一遍又一遍 但是我不是用處罰的方式 我用的是什麼 我用的是說那種建議然後全班一起共作 全班就不會覺得他是很被處罰這樣子 好所以第一個首部曲 大量的寫作用這個來願意寫 進而對寫作有舒服正向情緒 二部曲 讓孩子試著去看別人寫的文章 例如課文 去發現好的文章都包括了哪些發現的 第三 學會了見賞別人好的地方 要開始學習回過頭來看看自己寫的 是否包含了那些好文章的成分 達到好的標準呢 來看看遠芬老師剛才案例 跟我的案例 他的案例已經還是一個基本的 從造句 接下來短文 那溫老師這邊是獨立寫作 這樣聽懂了嗎 就是說其實還是很長的一條路要走 所以選材 好的寫作材料 剛才就是小朋友要做的 我要告訴他說 你一開始不要寫錯材料 建造主建築 建構事實 陳述事件過程 交代人事實地物 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 其實我的標題叫做 流水帳也有春天 你要大大的去讚賞一個孩子 他已經走到了第二階段了 即使他交過來的就是流水帳 我要說你太了不起了 你已經把房子蓋好了 現在只缺什麼 裝潢 我們來裝潢 所以我不是罵他 我說太了不起了 一個春假 你就可以把房子給蓋好 可是這房子呢 住起來不太舒服 我們可不可以讓他更吸引的 你看 要賣房子的時候 裝潢的漂亮亮亮 就更多買足了 所以加上什麼 情緒 文學想像 動作表情 這樣子一個東西 就叫裝潢 你知道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的主建築可以是很簡單的 例如他只是不是一大棟的公共建築 他可能只是一個小房子 那你讓他開始先從小房子開始裝潢 就像遠芬老師 他們剛才日記就比較小一點 那後來遠芬老師的 後來的另外一個也在做室內裝潢 你會發現他寫那個祕密花園的時候 那個就是一個建築在家裝潢的大的case 那大case我們都留在怎麼樣後面 那文老師也是一樣 我的室內裝潢都留在怎麼樣後面 那好吧 晚安